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道家常美食,炒猫菜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空碗 将猫菜撕成小片一小片的装入碗中 注意一定要用手撕的,不要用刀切 大概就像这样子 我们可以多撕一点 因为的话炒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好了,大概撕这么多就差不多了 有满满一盆 接着我们往里加入一勺盐 倒入清水 然后用我们的手给它按压一下 把包菜都按进水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另外起锅 捡入一点姜片 还有小米浆 可以再捡一点大蒜进去 然后我们倒入多一点点的油 这样子炒出来才会更香 把这些小料都给它炒出香味来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往里加入之前盐水进化好的包菜 然后我们就得开始不停地翻炒 注意不要停下来 不然的话包菜底下的包菜就会浇了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分享家常菜 喜欢的朋友麻烦关注和爱心点一波 谢谢各位了 接着往里加入蚝油 一点点酱油 还有一点点的盐 再撒上多一点点的胡椒粉 然后继续不停地翻炒 大概炒个五分钟这样 把它炒熟就可以了 这样子一份简单又美味的 爆炒包菜就完成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那你也快去试一试吧